大家好,今日跟大家讲讲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是染病,肺炎,未来这几日都很关键的, 不过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不是这件事,不是他的病情, 而是说中国从习近平到小粉红到五毛党, 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等等的表态,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个有趣的东西是一种小家东西, 现在中国号称是泱泱大国, 我经常觉得你要有大国的风范才行, 很多人说我有,你看我现在多威, 全世界一带一路,很多人都要向中国跪拜, 但是往往不是这种情况, 就显示你这个大国风范,单单在特朗普的病情上, 中国自己考虑,但是是不是得到民心, 或者得到国际的心呢?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第一件事可以看到的就是, 特朗普病情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很多国家的元首或者领导人都马上问候, 致电也好,发慰问信件也好,怎样都好, 大家都很快, 即使是中国的合作伙伴, 是相当紧密的了,俄罗斯,普京, 他都很快去发问候, 但是习近平是怎样呢? 习近平大家在看中国的反应是怎样了, 结果第一日没有了影, 到第二日过了24小时了, 还未见到最后28小时出了一个新闻了, 习近平都问候特朗普, 大家就说如果从国际政治公关的角度来考虑一下,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美在斗争着, 无论是贸易战、超限战,其实都在打仗。 这个时候如果从战术的角度去看, 你应该不断意尽快去慰问一下对方, 这个敌人的病情,然后不断意做战, 最低限度你都可以减低一下敌方的压力, 不多不少,你都是所谓与人为善, 这个从战术上来讲,你都可以做的, 但是又不是, 究竟中国的考虑是什麽呢? 习近平为什麽要28小时才出口呢? 这裡引起大家的一些猜测了, 反过来大家就说,即使你是争这个敌人, 你都可以做一些所谓有敌的工作, 引有个有。 这一个你看特朗普,他过去慢慢经常讲, 我跟习近平很老友的,有论谈的, 甚至有私交的,特朗普就跟北韩金正恩, 觉得我们都可以聊天的, 三八线那裡我们是握手的等等, 但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些是假话, 是在国际政治公关做出来不是给你看, 而是给全世界的人看, 你说握全世界的人,他都要握, 握得到才可以的。 还反过来,大陆那方面为什麽习近平那麽迟呢? 外面拗头, 我又不断去请教国内的专家了, 我都不是靠估计了, 再加上中共的一些政治文化, 用大陆的说话讲, 这个就是中国的语境, 语言的语,环境的境, 究竟是讲什麽呢? 三样东西,国内的人点醒我的愚蚓。 第一样东西,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字? 叫什麽? 亲疏有别。 亲疏有别?即是连政治公关, 连你跟敌人打仗, 用一些花招去令到敌人产生迷思, 中国过去36计都有一个叫做门兵之计, 现在国内大陆强调, 我要亲疏有别显示这件事出来, 我什麽叫亲疏有别? 他是解释的, 如果习近平好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 马上向特朗普问候的话, 是否会得出一个效果? 这个是他们自己想的效果, 效果就是会不会被外面解读, 现在中国怕了美国呢? 于是趁你病的时候就问候你, 显示中国低威, 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 甚至上他们说这样会不会间接帮了你特朗普, 你本来选情已经不是那麽有利的, 习近平问候你会不会令到你的选情反弹, 因为会被人一个错觉就是搞得碰中国。 大家想想这些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中国如果影响外国或者美国的选举, 唯一一样的影响就是靠黑客, 搞乱那个舆论, 但是有没有那麽能力呢? 俄罗斯就有了, 变成了他说第一个不想被人一个错觉, 跟着我们要显示亲疏有别, 他于是就提醒我了, 你记不记得古巴卡斯特罗当时未死, 是病發而已, 一有消息传出来说病,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时间去问候, 虽然当时不是用,我不记得是用国家主席 还是用总书记等等, 不记得, 但是他真的第一时间去问候, 这个就是显示这些是我的兄弟方交, 所以我们一定重视, 跟着大陆的人提醒我,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越南总书记, 即是越共的头头胡志明, 他那时在打仗, 跟南越在打仗,突然间发病, 结果中国是怎样呢? 周恩来自己的御医大夫, 即刻派过去, 而且不是一个,是整队人涌过去, 曾经救回胡志明的, 但是后来毕竟他都好就病了, 到最后中国派过去的医疗专家团, 到最后努力抢救, 抢救不成功, 于是大家痛哭流涕, 这个不是我讲的, 他们自己写出来的, 究竟他们痛哭流涕是因为完成不了任务, 救不了胡志明, 所以害怕佛, 还是说真的有国际主义阶级兄弟感情等等, 不知道了, 好了,国内的人说你看看这两个例子, 很明显看到习近平迟28个小时才去问候特朗普, 这个就要显示亲疏有别, 你都想得出的,我不否定你的文化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是吧? 好了,第二个原因是什麽呢?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特点是领导一揮手, 一揮手下面的人就会跟着领导的方向去做了, 所以如果习近平太早去对特朗普夫妇表示问候的话, 跟着大家都说对美国那个你说炮公也好, 口珠不伐也好, 去单单打打也好, 去幸灾乐祸也好, 那些人就不会去得那麽尽的了,是吧? 但是假如习近平他迟28个小时才表示问候, 即是说由特朗普的病情公布那一刹那, 到习近平表示问候那刹那的中间这段时段, 中国那些小粉龙、五毛党、其他酬美人士, 是不是全部涌出来? 这个即是说皇帝预准, 讲得通俗一些,就好像余兰节, 余兰节的时候鬼门关开了, 说喝得你出来作反,你怎麽罵都可以, 跟着鬼门关一删的时候, 你们要进回来的, 这个不是我想的, 国内的人是点醒我的,我真是蠢, 我真是想不到这些事情, 我再看大家看一个时效、时序, 大家真的会發觉, 在特朗普的病情公布之后, 中国那些,你看看网上,单单打打的, 闭他,我稍后再分析内容反映一种什麽心态, 这些是叨叨排山倒海的来, 虽然有些人讲人话, 毕竟特朗普都74岁, 为什麽你们大家还要去威乐他, 甚至骤人死, 这些在国内都有的,我不否定, 但总体的比例,大家看一看国内的网, 你便会發觉幸灾乐和, 希望他病死, 这些是最普遍的, 所以说,如果习近平迟些才去问候, 这些这样的水鬼, 可以升上来做城王, 原来有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正常人不会想这些事情, 连外交户发言人华春莹, 都有一些国内称之为调刊, 即是帝下你那些语言出来, 你看他twitter,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奥妙之处, 第三个奥妙之处是哪裏呢, 就是他觉得如果太早去表态的话, 就没有了第一、二个效果了, 原来他认为自己如果表态问候完之后, 就会影响了美国那边的选情, 即是说又会不会让美国反算你一栋, 即是过你一栋, 然后原来国内外交界很多不同的阴谋论出来, 我真是想不到那麽多阴谋论, 他就说我们要预防, 特朗普现在是苦肉计, 苦肉计?自己染病来苦肉计? 因为这些狐疑症就会引发很多的联想, 其中有可能是苦肉计, 因为他现在选情不行, 所以病一病, 或者号称病一病,实际上是没有病的, 跟着站出来说我又战胜了肺炎疫情, 是否可以挽救他较早时候轻视过疫情, 然后现在美国20万人死, 染病是相当多的, 是否这样来挽救一下他的声望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引述国内一些人他自己敢讲而已, 所以习近平不要那麽快问候他, 如果不然你会中他招了, 我整个都醒了, 第二个说,特朗普其实是真的出事的, 是否特朗普医生讲的? 不是,是国内的人讲的, 这有他们理据的,怎麽讲呢? 你看美国记者打烂沙盘问到底, 一直问到底,他有没有吸过氧气? 他说没有,医生回答没有, 他就问星期五那天有没有吸过氧气? 因为他回答是星期六日问,他回答没有, 如果从诡辩述角度来说,他没有挖你, 他讲现在没有吸氧,所以记者很聪明, 直下就是星期五有没有, 结果就是美国的医生一直都没有讲星期五有没有吸氧, 如果是有吸氧的话, 就证明那时候病毒的指数是很高的, 跟着就是出现可能有病危的情况, 跟着大家又回想一下英国首相, 约翰逊,他那时候忽然间入院的, 入院的时候都没事的, 后来出院之后才自己爆出来, 我那时候差点死,差点要宣布特朗普, 约翰逊死信了, 现在大陆那边估计, 其实特朗普是很大件事的, 不过就是吊住,或者救回, 于是才去讲没事, 昨天还走出来坐在车裡面, 很短途裡面, 谷一下人气, 这一个大陆又认为是他的选举花招, 我立刻就想, 喂,他没事,你说他病, 蟑螂病,又是你讲的, 你跟着说他,他差点死了, 不过他现在没事, 又是为选举工程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中招, 又是你讲的, 不过不要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甚至上有些人说, 我现在讲的都是我讲的, 不要紧了, 所以我说, 讲完之后有多少人信大陆讲的东西, 有多少人信特朗普讲的东西, 有多少人信我讲的东西, 这个我想大家都要用时间来考验了,是吧? 好了,讲完了习近平为什麽会这麽迟, 才去慰问特朗普的可能性之后呢? 跟着要讲一下,喂,内容了, 一讲到内容,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单单打打,逼他死的那些就很自然了, 跟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Twitter裡面所讲的, 他是从善心角度的, 我都不会从阴谋论角度去看他, 他说他都希望美国的其他病人患了, 都希望他们有特朗普, 享受特朗普那种一流的医疗服务, 他已经讲得比较技巧一些了,不是第二句死了。 我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是基本上有的, 但是有没有發觉呢? 他其实讲一件事以为可以掩住, 但实际上揭回中国自己的瘡疤, 为什麽你又这样阴谋乱看?不是。 但是,如果你说华春莹所讲的说话, 其实想暗示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因为你有总统的身份, 你才会有特殊的医疗待遇, 你无非是想讲这件事, 所以你希望其他人都有特朗普那麽一流的服务, 接受一流的医疗服务就最好了, 你的潜台前无非是这样。 接着很多网民,即是外国的, 就问华春莹了, 其实特朗普所享有那种医疗呢? 美国很多人都有, 你买了美国保险就有了, 怎会是特朗普个人专利呢? 当时你说他的医生是御医大夫来的, 你是高明点的, 或者有专人照顾着他的健康。 跟着美国的网民说, 盖茨没有?你有钱就有了, 你看看香港专人医生都有了。 反过来再问,你那大陆没有? 大陆更加特权了。 立刻很多人就举出来, 你知道我们中国领导人, 那个健康状况是有御医大夫跟着, 还有他们这些是不需要买保险的, 是吧?自己有国家级的治疗, 跟着领导人之间的治疗, 不单止是治疗, 还有是养生的, 特朗普有没有? 所谓养生,大家可以看看, 军方解放军, 301医院,全世界最先进设备医疗全部有, 名医全部在裡面, 309又是手术医院, 301很广阔, 305是休养的医院, 你没有病你都可以进去, 甚至上在平时专门可以帮你调教食材, 这个是叫食疗, 即是靠保健、养生。 好了,还有一件事就是靠经络治疗法, 什麽来的?经络治疗法, 这件事外国以前都不会去研究, 现在都会去研究, 看看究竟是真还是假, 所谓经络治疗就是人体身体裡面, 有14条经络线, 由天灵改一直去到脚趾宫的, 这个就是宋朝的时候一定研究, 未有什麽突破的, 后来这个14条经络线, 原来是后来共产党的领导人觉得, 你去研究,当时有御医大夫的, 我都知道其中一个姓侯, 即是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确帖村那个, 结果就是应用到这一种技术, 经络治疗,然后被领导人吸养, 打通全身的三百多个月位, 这样的养生, 这些情况,你说中国领导人也有, 如果是这样,你已经讲讲特朗普, 恨不能做中国领导人, 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福利是比美国总统更多的, 跟着还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的御医大夫, 很可能在民间裡面, 就是搜集其难习政提高了的医术, 但是一旦如果它成为了御医大夫之后, 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命运当然是高高在上, 皇帝都要看你, 这是一方面我不否定, 一定会新加暴障了, 但是由那时候它成为御医开始, 它开始不可以再跟平民老百姓看病了, 不是说不行,有时可以, 但是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的, 因为那些大爷当然是怕你, 不知是怎样谈谈谈的时候, 泄露了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这个是机密来的, 尤其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 互相健康状况都保密的, 唯一一样情况是怎样? 高级过你的就可以了解你下面的健康状况, 这个叫关怀, 下级如果想关怀上级,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这个是罪, 你为什麽要关怀? 你不是想造反? 你说这些文化在外面哪会理解呢? 再加上中国自己本身很多禁忌, 外国网民马上问一个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病情要公开, 不可以作为机密的, 你说是否讲了那麽多给你听呢? 当然不是了, 这个亦都有私隐的, 但是私隐与民众的知情权要有所平衡的, 但是中国呢?中国不行, 领导人的健康, 官员的健康一定是国家机密, 或者官场机密, 不可以公开连有没有病, 大病、小病, 打个黑痴,还是要动手术, 什麽都不知道。 这一件事大家自己想想, 其实这一件事就是为什麽中国 过去封建王朝时宫廷政治裡面, 有很多事情是无缘无故而死的, 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是否万性中毒, 是这样死的,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你从这一点裡面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两种政治文化不同, 我不是说外国什麽都好, 但是外国已经走过了王权的绝对统治, 它慢慢都要有一些平民老百姓的权利, 虽然权都不是大的了, 都会被弄权的人压住, 但是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那种王权, 你说你怎样让人比呢? 好了,我又看国外的小粉红去递特朗普, 其中一个我真的觉得掩着肚皮来笑, 为什麽呢?其实不是现在, 就是今年是庚子年, 在特朗普在庚子年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些国内叫段子, 即是一段一段笑话也好, 行言行语也好,怎麽讲呢? 他说今年是庚子年, 所以美国总统在庚子年多数是榴莲不利的了, 于是就找了很多庚子年裡面的 美国总统出事的事例出来, 我不知为什麽他以为外国人会信中国的天干地支, 这样做比较的, 这些肯定是讲给自己人看的了,是吧? 好了,先数一下一些国内的小粉红的传闻, 第一样,你看看1840年, 庚子年了,当时美国总统哈利森是美国总统的哈利森, 但是过了这个庚子年了, 于是哈利森后来是肺炎而死的, 不过不是庚子年,是1841年的, 跟庚子又有什麽关係呢? 大陆的网民想像力非常丰富, 全部都是奥斯卡金像奖的编剧奇才来的, 他说,肯定是跟庚子年有关, 因为哈利森是庚子年就职的, 这样就解决了, 他死是庚子年之后有一年, 你说他就职那一年,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讲, 他在庚子年呼吸过,一定是对的, 所以他的肺炎可能是庚子年吸, 所以病到1841年才死, 任何解释呢?这是没有搞笑。 另外一个庚子年是1900年, 当时应该是麦金来的那个美国总统, 大家都知道麦金来不是在庚子年死的, 他后来是遇息身亡的, 但是是之后的事,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1901年, 跟庚子年有什麽关係呢? 国内的网民很聪明, 当然麦金来是在1900年那时是连任的, 那又对,那又跟庚子拉上关係, 他就1901年死, 如果是这样,我马上就反问, 庚子年發生什麽事,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那些你又不看? 所以这些为我所用, 你无非要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庚子年对特朗普不利, 现在又染肺炎, 死了就好过, 无非要带出这样的讯息而已, 跟着还有都还搞笑, 好了,跟着一个庚子是什麽事呢? 1960年, 另外一个庚子年了, 没有事發生了, 怎知国内的网民真是醒目, 他说1960年那时是甘迺迪总统上任, 那有什麽问题? 甘迺迪是1963年被行识的, 离开庚子已经三年了, 这个有网民说, 这个是因为他1960年是当选的, 我真是讲, 只能够讲, 很可能是甘迺迪在1960年留了脚毛, 在那个行识的兇手那间屋裡面被他执倒, 所以他三年之后去行识甘迺迪, 我这麽讲起来都没有说我错的, 是吧? 谁能够说我错呢? 等于他说甘迺迪, 因为一居六厘连就职,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就很搞笑了,是吧? 所以我经常去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其实你就要显示你的大国风范, 你说这些是民间的,我管不到, 其实中国的领导人经常想一件事, 我什麽都管不到, 他说14亿人的脑袋我都可以管, 你见他用多少种方法, 现在连中央委员的行动都要规范, 你说他是否以为自己管得到, 但到最后便不行, 反而反过来自己制造了那麽多民族笑话, 外国人看见现在中国有些人, 是否还停留在义和团的阶段, 或者百年教自己以为是神打, 甚麽都万战不可穿身, 如果你停留这样来说, 就是自欺欺人而已,是吧? 所以从特朗普的病情, 从习近平的反应, 从中国小粉红的反应,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官方不醒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老百姓自己一定要醒先, 怎样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 从而去研究回应官方的技巧, 这些都是我经常所讲的, 拓展民智,壮大民气, 提高民技, 我的新三民主义了,是吧? 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同台食饭,各自修行, 总之民间的力量就一定总体会比官的力量强, 一个民族的寿命一定比一个政权的寿命长, 民族的智慧一定比政权的智慧广, 这些是我深信不疑的一些想法。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